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,每天为您分享健康养生知识。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,南瓜是我们大家平时特别喜欢吃的食物。 但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南瓜既有这么多的好处,下面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一、南瓜可很好保护心脏,南瓜里含有膳食纤维对心脏很有好处的,以十万人规模调查研究显示了。 高纤维饮食者与低纤维饮食者相比,关心病发作风险可降低60%,瑞典的一项新研究也提出了。 结论,高纤维饮食女性比低纤维饮食女性相比,患心脏病的几率可降低40%,南瓜的第二个好处可以明目。 南瓜是富含β胡萝卜素的果蔬之一,这种营养素在我们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,而维生素A与蛋白质相结合成蛋白, 并且,此合成物质对我们人体形成良好的视觉功能。 一项医学研究指出了,维生素A能有效增强眼睛灰暗上的视野,清晰度比较高。 医学研究显示,维生素液可以有效缓解视网膜色素变性所引发的视网膜功能下降。 南瓜的第三个好处,辅助身体降血糖。 南瓜是糖尿病人极佳的食品。 医学研究发现,吃南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身体胰岛素水平,有辅助降身体血糖的功效。 南瓜的第四个好处,保护胃黏膜。 南瓜能有效促进胆汁分泌,加速身体肠道的蠕动,促进身体肠胃消化吸收。 还能有效防止便秘,消除体内粪便堆积,非常适合有肠胃不好的朋友们。 使用南瓜让它一起吃,可能够护心,准备适量大米,我们把大米淘洗干净。 我们日常生活中,大米作为我们的一种主食,为我们人体补充营养,起到非常好补充营养的作用。 俗话说人是铁,饭是钢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米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。 其实好多有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,大米除了能为我们主食来食用之外,还有非常多的药用价值,是补充营养素的基础食物。 大米是提供身体维生素的主要来源,预防脚气病,消除口腔炎症的重要食疗资源。 大米粥可以消化和胃清肺功能,有益气、养阴、润造的功效,能刺激胃液的分泌,有助于肠胃消化,并且对脂肪的吸收有特别好的促进作用。 中医认为,大米性胃肝瓶,有补中益气、健脾养胃、通血脉、养肝明目的作用,并有非常好的止泻作用。 我们在准备几颗百合,百合这种食物中含有的果胶和天然卵磷质。 这些物质对人类的胃肠黏膜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,而且它能够补皮健胃。 平时人们出现身体脾胃不好,胃炎的情况下,身体消化不良的时候,我们多使用一些百合能够让身体受到很好的缓解。 多吃百合,可有效吸附丰富的植物蛋白和维生素,还能吸收一些矿物质。 这些矿物质能够加快人的代谢,缓解人体的疲劳,而且能够增强人体的抗氧化能力,并且能够清除身体内积存的抗氧化之质。 它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,增强人体的素质很高,有很好的粘性、安全的作用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根山药。 山药作为药食两用的经典食品,口味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,软糯香甜又好吃。 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,能有效防止血脂在身体血管壁的沉淀,预防心脑血管疾病,有降血压、降血脂的功效。 山药含有多种营养素,有强健机体,滋阴补肾,所以,好多药中添加山药。 山药是非常难得的药食通源的好食材,它含有多种非常丰富的氨基酸等物质,维生素和16种氨基酸。 氨基酸可修复破损细胞、破损因子等等,中医有非常好的养颜作用。 山药有人参的营养成分,中医因为它能够养肺、能补皮、下能益肾,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多吃一些山药,再准备几颗莲子。 莲子性型胃肝,入皮精、心精、肾精,具有补中益气。 健脾、滋阴、降火的功效,有助于缓解吸收较引起的心悸失眠、多目健网以及脾须引起的失少因子、干涩之性,能够一肾而故精。 现在药理研究发现了,莲子中的免子糖可有效改善脂质代谢,具有降低身体血脂和胆固醇的功效,还能有效降血糖、降血压。 我们要多吃一些莲子的,我们再准备一把香菜,香菜是一种富含维生素C、维生素K、维生素A等营养物质的食材。 维生素C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、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,维生素K有助于促进血液凝结、维持骨骼健康, 而维生素A则对我们的视力和皮肤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。 此外,香菜还富含纤维素、铁、钾等矿物质,能够促进消化、增强体力、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。 可以说,香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天然食品。 我们把香菜洗干净,切成小段,备用,下面我们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中。 加入清水,可以多吃一些。 焖煮30分钟。 把里面的食材煮熟,煮到软烂就可以了。 亲爱的家人、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。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谢谢大家。 焖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,一道特别美味的南瓜粥就做好了。 我们经常用南瓜这样吃,对我们头发、牙齿都有非常好的作用,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的。 尤其适合老人朋友们多使用一些,好处真的是非常的多,特别适合老人朋友们多吃一些。 经常吃,身体越活越年轻,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。 好了,朋友们、家人们,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健健康康,平安幸福。 我们明天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